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主持人盛春 互联网时代出现了很多的新鲜词 最近出现频率比较高的 就是大数据 大数据中心等等 那大数据是什么 大数据中心又可以为我们提供怎样的服务呢 我们通过短片来进入今天的节目 早晨出门之前打开手机 就能很快知道今天的天气情况 来到公交站就能清楚知道 下一辆公交车什么时候到站 短短几分钟内就能了解 来自世界各地的重大事件 信息在我们不经意之间 变成数据 往返穿梭于计算机 数据中心 云端之间 随着数字社会的到来 每天都会有海量的数据产生 具有超强存储处理能力的大数据中心 成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 重要的基建设施 然而 大型的数据中心 对能源 土地 甚至是环境的要求都很高 面对这样的矛盾 我国将如何布局大数据中心 又如何将数据变成财富呢 今天请来的两位嘉宾 一位是国家气象信息中心员 副总工程师沈门海 欢迎您 另外一位是 中国电子工程设计院的 高级工程师王志强 欢迎您 今天我们来说大数据 这个词其实我相信 电视机前观众一点都不陌生 我们身边的老人 孩子 都能说出大数据来 但是我相信 能把大数据说明白的人并不多 数据我们知道这个概念 大数据多大算大 大的标准是什么呢 顾名思义 大数据实际上就是海量数据 因为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高度信息化的这样一个时代 我们看我们身边的我们的移动互联网 我们的手机 我们的5G 我们整个的数字化的应用 方方面面都离不开数据 那从我们身边我们可以感受到的 我们举一个例子 我们之前我们去医院 我们要去刷我们的社保卡 那现在我们再到医院去就医 我只需要拿出支付宝 上面就有我的码 里边有所有的和我的这个就医相关的信息 全国通用 这个其实就是大数据在我们身边应用的例子 十年前大数据什么概念 今天的大数据又是什么概念 十年前的话 大概到了PB级或者EB级的这个数据量的话 就应该算是一个很大的数据了 按照大数据的原始定义 也就是说什么呢 这些数据是大到用现有的计算能力 无法处理的这些数据叫做大数据 大数据 那么现在的更拓展一些的理解 就是说我通过对这些数据进行相关的处理 能够获得我在常规情况下无法获得的信息 这种就叫大数据应用了 刚才您提到了一个词叫PB和EB 能跟我们解释一下 一兆大概是一百万个字节 对吧 那么一个GB是一兆的一千倍 TB是GB的一千倍 那么PB是TB的一千倍 EB是PB的一千倍 就是这样 听着好像有点拗口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数量级的变化是有多大的 对 你说兆和G的时候 可能我们普通用户更熟悉一些 因为前一年我们用的计算机 手机这个内存 过去都是多少多少兆 后来说多少多少G了 对 就是这个变化 对 十年前达到这样一个量级的话 就应当属于大数据规模了 因为它的这种量级的数据的话 用常规的计算资源 是很难对的进行处理的 特别是提取出相应的东西 大数据应用的实际上就是通过对这种海量数据的处理 获取到了我在常规情况下无法获取到的信息 这就叫大数据应用 你比方说在淘宝或者京东上购物 是吧 你买完了之后 过了不久 它就会把相应的 跟你买的这个商品有关的这些商品 给你作为广告 给你推送到你的桌面上来 它之所以能做到这些 就是通过你的这个购物的行为的分析 来得出你可能的购物倾向 所以把相应的产品推送到你的桌面上来 以便产生相应的商业价值 两位给我们解释一下 大数据是怎么计算的 怎么把你想要的东西推送给你的 这能通俗地解释一下吗 首先我们要获取 或者是我们要把整个的这个数据有一个收集 我们讲这个数据的类型 是非常多样的 我们能直观利益的 比如说我们的文字 我们的图片 我们的视频 都是整个的这样一个数据的来源 包括还有很多结构化的这种数值类的这个数据 那我们把海量的这个数据收集上来以后 然后我们把整个的这样一个数据进行分类 清洗 寻找整个数据之间的这个关联 然后再通过后面的这个数据检索 然后推送到我们前面的应用 就像您刚才提到了 我们说为什么我的行为会被分析到了 我的这个访问的这样一个行为 或者是我的一个喜好 被整个后台分析到了 然后他就会主动地来给我推送相应的内容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推荐算法 在其中起相应的这个作用 那说到这个大数据 对于我们普通人感受比较深刻的 近些年来天气预报越来越准确了 甚至准确到几点什么时辰下雨 到这样精确的程度 这是我们在往十年前是想不到的 您是在国家迹象信息中心工作 您告诉我们 这背后大数据是怎么工作的 它怎么做到这样精确的 首先气象部门的大数据 我个人觉得 就是和业界常规意义上的大数据略有不同 气象部门 它的几乎所有观测数据都是非常重要的 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 我们从地面观测站来说 地面观测站当时大概每个县都有一个 大概是得有3000个左右 那么到现在已经是多少呢 已经是8万个 那么90年代的时候 这个地面观测就是每三个小时观测一次 现在的地面观测是每一分钟观测一次 那么数据多了以后 它分析起来 它处理起来就更加的准确 我们的依据更充分了 依据更充分了 大数据和云计算 就像一枚硬币的正反面 没有云计算 或者没有我们的这样一个计算能力 其实就谈不上大数据的这样一个分析 所以说任何的这样一个大数据的分析 都离不开我们现在算力能力的提升 离不开我们现在大数据中心的建设 数据就像矿藏一样 挖出来将其资源化利用 就产生了财富和价值 医疗行业正是如此 病人的基础资料 化验结果 都是医生们需要快速获取的内容 大量的数据被快速有序地处理 并精确地提取出有价值的信息 不仅节约了医生对于庞杂信息的梳理时间 还实现了医生对于病人信息的 全面掌控和直接利用 大数据处理和应用 让疾病的治疗更加科学 如今在全面数字化转型背景下 各个行业信息技术和数据的融合 已经成为了发展核心 因此建设高效 安全 可靠的数据中心 成为了各行各业的迫切需求 那大数据中心是什么样呢 是一个机房 对 简单地说就是一个机房 巨大的机房 或者说由若干个巨大的机房 组成的这么一个建筑群体 这叫大数据中心 现在国内比较规模型的这种大数据中心 尤其是在中西部地区的 基本上都是上10万台服务器的 甚至几十万台服务器的规模 我们来做一个计算 大概30万台服务器的这样一个圆区 年耗电量要过10亿度 很多人不太了解大数据中心 但是都知道一个问题 就是大数据中心是非常耗电 非常耗能的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大数据中心 刚才您也提到 其实它就是一个大的机房 实际上它是我们用来做 数据运算交换存储处理的这样一个场地 现在国家新的东西计算的战略 我们有大概8个枢纽节点 10个集群 其中比如说某银行在西部的这样一个节点 它的这个服务器的台数 大概30万台 30万台服务器 这还仅仅是一个企业的一个大数据中心 30万台服务器的这样一个规模 大概意味着可能每年的耗电量 可能要过11度 首先数据中心的建设 它是要服务于我们整个的 我们讲说大是数字经济 说小可能是我们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或者是我们的信息业务的支撑 它是一个底座平台类的这样一个载体 也就是说首先这类项目的建设 是因为有使用需求的这样一个必要 那为什么我们要把这样一个水中心 把它建到中西部地区去 更多的还是因为在中西部地区 我们更靠近我们的这个电力和资源的 这样一个基础 对 我们有在中西部地区 我们有更廉价的这样一个电力 而且这个电力很多都是封电光伏 是这种新能源的 这其实和我们现在整个国家 所倡导的这个双碳的这样一个方向 是非常的契合的 我们可以看到在西部 在内蒙地区 可能它整个的电价三毛到四毛 到北京大概肯定是七毛到八毛 甚至峰值要过一块 那刚才我们也提到那么大的这样一个电量 那大概一两倍的这个电价差 这个收益其实是显而易见的 当然这个东西的基础要有很好的网络带宽的保障 它其实是必须要用网络来承载整个这个数据的传输 东部地区城市众多 人口稠密 导致可利用土地 电力 能源等各种资源 十分紧张 因此东部地区对算力的需求 虽愈发迫切 大规模发展数据中心 却难以为继 在西部 地广人稀 空间广阔 气候适宜 风光 水煤等自然资源相当丰富 无论是电力成本 还是土地 人力成本 都远低于东部 具备发展数据中心 承接东部算力的能力 并且 我国十四五规划布局的 九大清洁能源基地 绝大多数都在西部 将清洁能源用于数据中心能耗 对减排低碳有重大的效果 因此 在西部建设 大数据中心等设施 可谓发挥其资源优势所在 现在全国各地各行各业 都在努力地建立大数据中心 它到底能做什么 它的功能是什么 第一就是说 为什么全国各地各行各业 都在努力地建大数据中心 那么我个人觉得第一 它是由于各行各业 特别是一些互联网巨头 它有这方面的需求 它的数据量太大了 它需要的计算力也太大了 所以说不得不建这些数据中心 那么第二就是说 是云计算的需要 因为云计算离不开大数据中心 所以说大数据中心 不可避免地要建立起来 那么为什么各行各业都要建 这个我个人觉得 第一是因为形势的发展非常快 基础资源跟不上 就好像以前我们在电厂建成之前 有一些必须要用电的地方 不得不自己发电一样 就是这样 那么第二也和市场上的一些商业模式 还没有完全形成 这也有关系 第三可能就各个单位 自己建大数据中心 也可能对数据的安全 有一定的考虑 很多时候 这种信息系统的运行 或者说它的业务连续性 有的时候 它很难说通过一个维度来保障 那如果我们把这个鸡蛋 同时放在几个篮子里 那它这个整个的可靠性 和它业务的这个健壮性 就大大提高了 这个其实也是 因为可靠性引起的 我们这个大数据中心 现在看越见越多的 这样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例子 这里是贵州 因为地质稳定 气候凉爽 电价便宜等优势 早在2014年 开始布局大数据产业 不断地吸引多个企业落户 贵州 作为全国首个大数据 综合试验区的核心区 自成立以来 便大力推动数据入前 成为全球极具大型 和超大型数据中心 最多的地区之一 据统计 贵州贵安新区 现已有19个数据中心 该地区数字经济产业增速 连续八年位居全国第一 已与浙江等地 移到极深 全国数字经济重镇 费那么多电 这个值不值得做这个事 你到底有我们社会 提供了哪些服务 它有哪些功能 两位也可以给我们举例子 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们身边经常能够感受到 我们的双十一的购物 在以前我们会发现 平时的这个 不管是淘宝 天猫 它其实的浏览量 或者说它的下单量 是不高的 但是我们一过凌晨的 那个时间点 最峰值的时候 可能交易的比数 要过百万 然后并发访问的用户 会过亿 这样大的这个数据的并发量 在以前它没有这样一个大的 并行运算的 这样一个云的来承载 它是无法想象的 它整个 您举到了这双十一的例子 非常好 我们节目录制时间 也刚双十一过去不久 我们最早有双十一概念的时候 这购物节 我们经常会听到各种新闻报道 说各种快递 这个包括我们的包裹滞留的问题出现 然后过去可能三两天就到的 或到了双十一 可能半个月 甚至更长的时间 才能送到你的手上 但是这些年 你却发现了很大的变化 几乎不太停止你运送的这个时间了 是的 那这背后是大数据起到的作用吗 首先基础的物流的建设 其实物流运输 是大数据运算 物联网 结合 包括和我们健身生活体会最直观的 这样一个行业和领域 我们的经常 我们比如说京东下单 我们可能晚上下的单 早上我们到单位 这个包裹就已经送到你的门口了 这个其实是 很多时候是很难想象的 而且你还可以通过APP 实时地去跟踪你现在订单 它到哪样一个位置了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这样一个状态 这个整个的这个全流程的这个监控 这是背后都是 整个的这个大数据的这个运算处理 所以提供了 因为这个背后的数据知识 提供了更合理的运送渠道和物流体系 然后呢 物流所在单位呢 大概他们也对应对这些高峰值的 这种货物的这种运输呢 他也会采取一些针对性的措施 说到这个价值问题 大数据可以提升气象预报的准确度 是吧 那么我们曾经做过一定的测算 气象预报准确度提高一定额度的话 就是说每年可以减灾 达到上千亿的财产损失 所以这个呢 可能也是您刚才问的这个问题 就是这个大数据的价值所在 对 我们的人工智能 我们输入问题 他来给我们答案 这段时间越来越多 看到的很有趣的这样一些 问答的这样一个场景 很多的这个回复都让人非常的 惊讶 和惊讶 对对对 这个其实是 他的这个后面 他的这个后台 都是整个的这样一个大数据中心 数据支撑 然后整个机器学习 然后整个数据运作的这样一个结果 大数据 它是怎么被我们普通用户来服务的 我们通过大数据 又得到了哪些实惠呢 我们就说这个百度云吧 以前呢 就是说我们在做相应的 在做这个相应的工作的时候 你比方说我要备份 是吧 我备份的话 一般都是要买很多盘 是吧 然后我备到这个盘 备到那个盘 硬盘 对 那么我现在呢 只要备份一套 备份到百度云上就可以了 是吧 然后下载起来也很方便 这就是大数据中心 给普通用户带来的这个 便利之业 对 对 其实 您讲便利 它其实是 对于不同的人 不同的行业 都是能非常切身的 对 体会到的 比如说我们的出行 这几年其实建大数据中心 非常火热的一个领域 就是车企 大量的车企 在建大数据中心 它是服务于 你 不得了 在建大数据中心 你 这些人 在建大数据中心 是 这些人 在建大数据中心 要不得了 我 这些人 在建大数据中心 我 我 我 好的这样一个技术的一个手段 或者是我们的一个技术的支持和帮帐 很多人有明确的感受 就过去这个事到政务大厅 办个月才能办得了的 今天半天就能办完 这就是大数据对我们的提供的服务的便利性 是的 一站是服务 这里是广东惠州的跨江大桥 一双双智慧之眼 监测着道路上实时的天气 车流及环境信息 这些信息数据在通过5G网络 传输到实时数字平台上 经过系统平台精准的运算 推演 又会生成相应的交通调度数据信息 通过小程序或者APP 将这些信息数据发送给路上来来往往的车主 能够帮助他们及时躲避拥堵 避免事故 大数据的应用不仅能给交管提供及时的交通预警信息和疏导方案 也给出行者带来更好的出行体验 如今大数据已然在交通 医疗 政务 教育等各个领域为我们提供支撑 帮助我们的生活更加便利和舒心 两位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多 关于这个大数据中心给我们现实生活提供的支持和帮助 也特别想问问两位 目前我们现有的大数据中心 还有哪些地方值得进一步去完善的 我个人觉得呢 它完善的地方还是有的 那么最主要的我个人觉得它是有两个化 就第一呢是要所谓的大数据中心的低碳化和绿色化 那么第二呢就是大数据中心的数字化 尽可能吧要做到所有的管理 所有的流程 所有的状态全部用数字化来进行反应 来进行处理 来进行决策 来进行执行 就是这样的 我觉得还有一个维度 就是我们的这个数据安全 因为随着整个的这个大数据中心的建设 尤其是公有云的这样一个建设 现在整个社会对于数据安全的这个关注 是越来越高的 就个人来说可能牵扯到数据隐私 就企业来说呢 可能牵扯到企业的这个数据安全 它的商业秘密 然后可能对于整个的这样一个信息化和数据化的这个企业来说呢 这可能就是它的这样一个生命线 说到这个安全的话 可能很多人都想到 当我们享受大数据给我们提供的这些功能的知识的时候 我们就哎呀真方便 哎呀我想要什么东西 他就能给我推什么东西啊 可转念一下 我的事他怎么都知道 是的 对 这事还安全吗 实际上在整个的信息安全和数据安全的这个方面 他其实不仅仅是中国的这样一个命题 整个全世界都在关注这样一些问题 那其实很多方面呢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要求去关闭他对我隐私数据的访问的啊 那原则上说 我们应该如何面对大数据给我们带来的便利同时保证自己的安全 我觉得一个是立法 还有一个是执法 就这两者呢第一立法要完备 执法呢要严格 你比方说有些单位或者有些个人有法不一 那么对这些特别是就是暴露或者说是这个善用个人隐私的这种案例 要依法 严惩 对吧 您说的是政府和社会层面要做的事 对 对于我们个人 我们都知道我们科技发展 有的时候快于我们的政策的规则的制定 这个时候普通人该怎么去几家避免 其实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 在这个方面是很弱势 弱势 是很弱势 没有什么太多的办法 因为本身它的浏览 它的访问 包括对于整个它在使用的这样一些信息平台 后台的这样一个运行逻辑和运行规则 你所有的动作的痕迹 网络平台都会搜集到 都存下来 对都存下来了 所以说为什么说要立法 还有一个说要执法 就是这点 提醒我们要有这个安全的意识 对 就是刚才您说的手机平台 这个适当的软件APP 这后台的关闭 对 该关闭的就得关闭 这是非常重要的 是的 以免泄露自己的隐私 那当然与此同时 我们在自己提高警惕的时候 更期望国家能够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 保证网络平台的这种信息安全 对 尤其是关于隐私 那最后特别想问问 大数据不断地发展 从当年的兆到G到T 未来可能还会有更多的新名词 和这个成比例的提升的这个技术空间 那将来还会给我们社会带来什么 那位给我们畅想一下 给我们生活带来哪些改变 近两年 我们能看到的人工智能 是一个非常火热的这样一个话题 然后我们也看到 北京市前几年就提出说 要做世界领先的人工智能的 这样一个集权的这样一个目标 到二五年 大概和它相关的这样一个技术的产 要够万一 所以也在有意识地去建设这种大数据中心 去支撑和人工智能这个领域 或者这个行业相关的这些初创类的 或者是这些中小微的这样一个企业 从政府层面或政府的这个维度 为这些中小微的这个企业 去提供普惠的这样一个算力 让它这些初创类的企业 能够用得起的这样一些算力的能力 这就相当于这个木桶效应一样 把这个短板不断地提升 我们整个社会从而得到提升 您怎么看未来大数据的发展 我个人觉得大数据发展的话 未来在现有的这些行业当中 现在大数据的应用已经是很广泛了 那么产生出来的效果也是很惊人的 那么不断地在刷新人们的认知 那么也如刚才这个王先生所说吧 就是说现在一个最热门的话题 就是人工智能 那么大数据会使得人工智能 这一个说好听点是一个巨人 说不好听点是一个怪物 能够不断地超乎人们想象地扑灭而来 人工智能的发展和突破 他将来会做什么样的事情 我们需要早做准备 没有远虑必有禁忧 是的 是的 好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 透视新科技节目 如果您想了解我们更多节目内容 可以下载央视频收看我们过往的节目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 我是盛春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咱们下期节目